一開始是好玩啊 反正爸媽就一直打我 乾脆去外面跟朋友鬼混 反正錢沒了就圓交啊 一直就到現在了 學校 趕我都來不及了 只會寄我遲到礦課 老師講什麼我都聽不懂 後來懷孕了 孩子又不能拿掉 肚子大起來 老師和同學看到我就像看到鬼一樣 所以就不去了 工作 有一個小孩又沒老公 也沒有媽媽幫我帶 帶小孩 學歷不行 怎麼找工作 做這一行喔 哪個男人會娶你 想也沒有辦法啊 交過的男人只會跟你要錢而已 這種男人不要也罷 政府的補助啊都是看得到吃不到啊 社會沒說白啦 留期待的路我也不會來做這個啊 社會不公平最傷的是婦女和孩子 她困境下無奈選擇了賺皮肉錢 值得推廣嗎 社會不公平是政府的責任 我們的選票不投給支持性產業的總統跟立委 立新基金會邀請你 共創性別公益的社會